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漩涡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非常联系的末日题材电影《末日微图》 电影开始是非常明媚的阳光 照在一对幸福的夫妻脸上 男人开心的笑抚摸着女人的大肚子 有一个小生命即将出世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宝宝将来是一个末日宝宝 因为没多久男人就在失梦中听见房子外面的响声 打开窗帘看见的是一片火海 他的第一反应是打开水龙头看见蓄水 末日开始没多久的时候 宝宝终于出世了,是个男孩 从那之后,这家人的生活还是可以熬过去的 毕竟谁都不知道末日能维持多久 他们只知道天空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太阳 所以植物再也没有生长过 动物也渐渐死去,包括人类 这个世界没有了规矩,失去了法律 所以让人恐惧的是 人类变成了比末日还可怕的存在 这家的妻子就是因为跟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在家里过了十年这样的担惊受怕的生活之后 终于爆发,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跟自己的丈夫商量一下 要带着儿子一起走 可是丈夫说什么都不同意 最后妻子已经绝望了 任凭丈夫怎么劝怎么恳求 最后只留下了一个冷漠的病影 走进了迷雾之中 父亲也是在那之后 开始带儿子开始流浪的生活 这种日子显然比在家里要带着辛苦 却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只是在路上遇到的人 却变成了最大的威胁 比如父子俩在一次睡醒的早晨 听见了不远处隧道中 有车子驶来的声音 吓得父亲赶紧揪起来 还睡得迷迷糊糊的儿子 就躲到了路边的沟里 看着车子从隧道里开出来 却好巧不巧的 在他们藏身的地方抛锚了 地车有十多个壮汉就从车上下来 准备找能修车的零件换上继续前进 一个戴帽子的男人下车解手的时候 正好看见父子二人 还趁着父亲的注意力 被车子的响声吸引的时候 拿刀架住了儿子脖子上 威胁父亲 父亲哪里能忍受 这个直接一枪就抱了帽子男的头 那这满脸是血的儿子就开始跑 好不容易躲过其他人的追捕 回去找自己落下东西时 看见了地上留下的五脏残骸 毫无疑问 那是刚才被自己打死的那个男人的尸体 人类不会让自己被饿死 所以他们开始吃人 儿子在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 就开始动摇起来 不断问父亲他们俩是不是好人 父亲的答案是肯定的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好人 继续前进的路上 他们又遇到了把人作为食物 出生在地下室的这一家人 谁知还没等到及时逃走 就碰见了他们外出打猎回家 幸好地下室的父亲 把门给拽开了 底下的人跑了出来造成混乱 父子俩才能得以逃生 要不然他们也会是地下室的食物 不过上天眷顾他们没多久 就找到了一个满是食物的地下室 有窗有水还有餐具 父子俩过了几天真正的人过的日子之后 却被一声狗叫逼得不得不走 儿子起先特别不理解 为什么父亲要把所有事情都往坏了下 他虽然出生在末世 可是他在父亲的保护下并适合末世 之后他们又遇到了一个90岁的老爷子 一开始父亲不想帮助老人 是儿子软磨硬泡地跟着老人同行了一段路 还给他提供了几顿吃的饱腹 之后就各奔东西了 谁知儿子突然发起烧来 父亲此时也正好带着儿子来到了海边 看见海上有一艘船 便准备去船上搜刮一下 谁知回来看见 载着自己的食物衣服的小飞车不见了 就赶紧去追 看见了一个黑人男子虚弱地在前面走着 最后父亲用枪逼着他把衣服都脱光了 包口鞋才放过了他 可是儿子又看不过去了 训斥了父亲 只是等他们回头的时候 却看见没有那个黑人 这件事没过多久 由于父亲太过操劳 他一定不起 临终之前他告诉儿子 要找到一个可靠的好人 收留自己一定要活下去 第二天就够带了 儿子站在海边 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的时候 看见远远走过来一个男人 并告诉儿子可以选择依靠自己 因为自己是一家四口 带着一条狗 说明自己是好人 电影的结束是儿子和一家四口见了面 但是结局是开放式的 所以很多网友说是有好的结局 儿子和一家四口幸福地等到了末日结束 也有网友说是坏的结局 因为那只狗就说明 家人能跟着父子俩 跟了很久去心伙策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己找来看看 的确是良心之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